國民黨籍屏東縣議長 週點論 二零二十四大選期間 力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卻因涉嫌為郭台銘收購 連署書遭到收押 至今約兩個月 法官二十二號 做出最新裁定 繼續收押 禁見三個月 去年十二月 法院預知 女兒周孟榮五十萬元交保 週點論 則是在檢方付訊後 申請擠壓禁見獲准 過約兩個月 週點論二十二號下午 坦承交付五百萬元 給潮州鎮長周品權 但強調是工作費用 並沒有要求給付 連數人費用 法官在審理後 都認為他否認犯刑 公訴前後不一 與證人所言大相徑庭 根據調查 部分前確實 流向選民 加上有勾串及 殷滅證據疑慮 裁定繼續收押禁見 至於後續議事運作 將尊重議會 以議事法規處理 華視新聞 奏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